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一提是 中国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2020年12月20日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赴南海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山东舰入列服役一年来 顺利完成舰载机起降 实际在使用武器作战系统调试等任务 编队体系作战能力在实验训练中不断提升 海军新闻发言人刘文胜当时介绍 这次组织山东舰航母编队跨去机动训练 是根据年度计划做出的正常安排 今后海将根据训练需要继续组织类似行动